好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进到这个Lecture 2的部分 那这个Lecture 2呢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这个雷达的波形 那雷达的波形呢 会跟这个Match Filter有关系 我把这个移做一点 好 那他这边的这个Lecture 他标题就是这个Match Filtering跟Pause Waveform 那Match Filtering其实就是大家在通源课本里面所决到的那个Match Filter 就是大家应该都倒背如流 就是把你已知的讯号取conjugate再取flip 然后跟你的收到讯号做convolution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说他在他这个讯号所在的位置上面 他要有SNR最大 好 那这个东西应该是大家在通源里面都已经有学到的事情 那Pause Waveform呢就是脉冲波形的意思 那因为我们现在考虑的是这个Face Array雷达 就是Face Array的雷达 那我们之前在之前的课程上面有讲过 就是这类的雷达呢 通常他的波形也就是他讯号的传递 他讯号的传递就是一个TX打开 然后打一个脉冲 打一个脉冲 然后换RX打开 他会去收这一段 就是TX开RX关 然后TX关RX开 这样子 好那 这类的讯号呢 这个讯号的波形 就是这些讯号的波形 他会用Waveform这个字 叫做脉冲 就是Pause Waveform 那这边就是说我们不是用这个Continuous Wave Continuous Wave 一样就是跟大家复习一下 就TX跟RX 他的这个卫风他是同传同收 那这个会有什么问题要考量 那之前其实都已经有讲过了 好那所以这个Lecture他主要探讨就是说 我今天要做Match Piltering 那做Match Piltering 这件事情其实对大家来讲都是 假设大家的通缘都已经修过了 那但是我们当然会从实际工程面上面来看 这个Match Piltering要怎么做 那以及就是说我们要去探讨一下雷达的打出去的这个波形 因为这个波形其实是需要被设计过的 因为你如果有好好设计的波形 他可以让你在接收讯号的时候 更可以去释取出那个目标物 你所要侦测的资讯 要侦测的资讯是什么 波外物就是Rt5b 就是Rt5b还有Sigma 那以这个彰解为例 因为你的波形讯号是时间的函数 那你今天要设计的是在时间上面的波 时域上面的波形 所以时域上面的波形会反映到最主要的参数 就是对应你要怎么用雷达去做测距的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对应这个R的这件事情 那在这个Lecture里面 虽然说主要是目标是target在这个range 就是我们的这个目标物的targetrange要怎么估测 但是在这里面 因为就是它是一个很基本的 就是说在雷达的讯号里面它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透过这些讯号的这些增状的这些探讨 其实我们也会带出一些概念 那这些概念同时也会apply到说 之后如果我们要去怎么探讨 就是去得到θ跟φ跟v的时候 其实都会用到类似的概念 那像是比如说像刚刚大家有提到stradle loss 然后或者是resolution这几个词 就是解析度啊 我写一下解析度啊 然后那个stradle loss之类的 然后这些词都会在 虽然这词比较多细节会在这个Lecture讲 但是这类似的概念也会应用到其他维度上 不同物理意义的时候 你在看那个讯号的时候 其实都要有这些的概念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主要会变成三个部分嘛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会 就是讲这个pulse waveform的设计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概念 所以像刚刚讲了几个词 就是说match filter 以及我们要去看讯号的解析度 那尤其是这个 waveform 它是时间的函数 所以它会直接对应到就是在tine domain上 face time domain上面 也就是在range的维度上面的resolution 那还有就是说刚刚讲到有限长度的讯号 你在一些做过讯号处理的一些其他维度的转换 你一定会有所谓的stradle loss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考虑的是数位 数位的讯号 数位的资料 所以你只要讲到数位 你就一定有所谓的取量的这件事情 那你有没有取到那个pick 你如果没取到 就会有所谓的stradle loss stradle是跨座的意思 就是说像英文是跨座的意思 那大家会看到 那这个stradle loss大家应该知道了 就是说我今天有限长度的讯号 我讲到另外一个维度 我会有mainlobs跟stradle loss 那这个stradle loss in general我们都是希望它越小越好 基本上它大一定是没有什么好事 所以就是说stradle loss都越小越好 那还有一个比较新的词 叫做ambiguity function 它是特别在这个nexture里面会讲到的 那它主要的概念就是说 你现在做match filter的时候 其实你的讯号回播拿到的时候 你可能是从一个moving target 所反射回来的 回来给你的回播 所以你在做match filter的时候 其实你有一些face的variation 你是没有补偿的 那你那些face的variation没有补偿 你就直接拿去做match builder 因为大家都知道match builder 是你要跟你已知的讯号 你receive signal 跟已知的讯号做convolution 但是你已知的讯号 看你收到的讯号 其实之间还有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反弹回来的回播 是moving target的话 那你所收到的讯号 你会有一个face的variation 那这个时候你直接就还没补偿 你就直接先去做match builder 你可能就会需要考虑这个ambiguity function 因为你可能也就代表你的match builder 不是真的match 因为有一个face的variation的成分存在 所以第一个部分会针对这些很基础的东西 那第一个部分也请大家特别注意 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些概念 也同样的会可以扩充到 比如像我们现在讲的是range的维度 之后讲速度的维度 或角度的维度 基本上都会有类似的这几个概念 resolution,stradle,row,syluburn 需要去注意 那所以会比较多细节会在这个language的上面讲 那之后进到后续像dupper process 这里的课程里面 这边就会比较快速的带过 好那第二个部分要讲post-conversion waveform 那它直接就是跟第三个部分 face-coded waveform做个对比 好那这边如果从教科书上面的来 来跟大家做介绍 主要就是分成这两类的波形 那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说 它的概念就是说post-conversion conversion是压缩的意思 所以它大概它的概念就是说 你这样设计这个脉冲波形 它会透过一个类似 有点像是压缩的表示 那这个为什么是压缩 等一下会讲 好就是说透过一个像是 其实应该说现在就可以讲 就是说我们的悬波 你今天有一个悬波传出去 那这个压缩有点仿佛 就是说你在传这个悬波的过程中 你会一直把这个悬波做一个压缩 好那等下压缩大家会看到 好那第三个部分叫做face-coded waveform 那它其实就顾名思义 它不外乎就是说 它像是就是说这个脉冲波形的 它就是直接在它的face下面 像是你apply一个coding apply一个coding上去 好那但是这边coding不是channel coding 那种0101的coding 而是说就是它在这个face向 所谓的face向就是你今天对一个负数 你有个比如说AX没有J 你会对这个face向做一个类似 一个sequence的设计 一个sequence的设计 那这个就是第三个face-coded waveform的概念 类似Cosequence的概念的设计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里面会分什么 就是像第二个formand postconversion waveform 它主要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说最常被用在雷达系统 就是这个LFN 那它是frequency modulated 抱歉 它是linearfrequency modulation的缩写 linearfrequency modulation 我就没有写全名 indianfrequency modulation的缩写 那它其实在口语上一般会简称叫做chirp chirp的微缝 那chirp就是那种秒啾啾声的意思 就是那种会就是像是那个 一个声音你的频率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咽 这样上去的那种chirp的意思 那这个东西就跟completion会有关系 那这边这个LFN的chirp waveform 也是大家在这个lecture必须要得学会的 就是因为这个波形 是最常被用在任何的雷达系统上 那如果像有些像是比如说测速测距的那种FNCW 大家可能听过FNCW 它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 它其实就是frequency modulation continuous waveform 那它其实也是用到这个LFN的技巧 那只是说我们这边强调的是说我们介绍的是它是用在pulse 就是一段脉冲就是TX开RX关RX开的这种使用的方式 而不是那种通算通收的方式 但是它在做modulation的概念其实就是跟FNCW是一样的 好那既然有所谓的linear 有linear的frequency modulation 那就有所谓的nonlinear 那所以介绍完这个东西我们也会再讲一下 什么是nonlinear的frequency modulated waveform 好那第三个部分会讲这个step chirp 我们都知道LFN它其实LFN waveform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是一个chirp的 waveform 一个波形 那step就是有一点像是阶梯式的 我可以设计一个雷达要去打一个chirp的波形 但是它这个chirp的波形是每一次 我都像是一个阶梯式的把它组成起来 成为一个step chirp waveform 那这个东西也是在后面我们再来讲这个细节 但是它博外乎这边要注意的就是第二个section 大家要至少现在就要记得就是这个LFNchirp 因为这个是雷达最常被用来使用的这个波形 那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里面 你们要去想说为什么你学到这些 我们大概不外乎就是会通过第一个section 我们所学到的这些物理意义 然后我们又跟大家介绍LFNchirp的定义 那当然介绍完这些定义 我们就去看这个LFNchirp的波形 之于这上面所介绍的这些基础的特性 它的表现是怎么样 那所以大家在这过程中就会看到说 为什么LFN那么好用 那么好用 那这个就是大家等一下在听课的时候 可以去思考的 那第三个部分可能应该比较后面才会讲到 那它大概就是说在face上面 有给它apply一个coding sequence 然后它就是这些波形 它就在尤其在这个face上 都会有不同的一个code sequence 被apply上去 那它也会有什么样的特性 也会呼应到section1里面 我们介绍的这几个物理意义的特性 所以这个就是wavephone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wavephone 就是所谓的signal wavephone signal的波形 那wavephone这个词在雷达里面很重要 因为我们雷达里面的TX 我们跟通讯系统不一样 我们并不是在传资料 我们是传一个波形 应该是传一个讯号 那这个讯号重点要设计的 就是它这个讯号波的波形 那波形里面就代表它里面有好几个物理意义 所以我们会用wavephone这个词 那因为雷达它基本上不是在传送资料 所以它重点就是说 这个波形要怎么设计的好 让你的receiver可以 可以更好的去detect到这个target 你所在乎的资讯 所在乎的是什么 就是R theta by V sigma 我们整个全联的curve 就是在讲的雷达系统 目标就是要估到这个轨述 那一样也是先进到这个方块图 那这个lecture里面 主要会对应到方块图的地方 就是绿色的这个出光所光起来的事情 所以这边我们会adjust到这个 digital transmitter的行为 那所以呢 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你必须要从你的digital transmitter 做这个pulse compression waveform 或者是face coded waveform的设计 你在数位上面去做设计 在数位上面去做设计 好 那这个讯号呢 就会经过类比元件这些 有的没的 让传出讯码 要装到目标谈回来嘛 好 所以既然谈回来了 那你要做什么 那这个lecture里面主要讲 就是match filter跟ambiguity function match filter就是如刚刚所说的 就是大家在通缘里面学到的 等一下还会帮大家复习一次 但是我们会从实际上 工程的角度去帮大家复习 不会从课本上面的 那个continuous signal的模式 去帮大家复习 然后ambiguity function是在雷达里面的一个 就是大家可能在这门lecture才第一次听到的词 那你刚刚也有稍微先口述介绍过了 就是他会 他也就是说你在做match builder的时候 你其实你的目标物有可能是在移动的 你是moving target 那这个时候你直接去做match builder 其实你是有一个face的variation 你没有有些补偿 那如果没有先补偿 你就要考虑有所谓的ambiguity 那我们定义了这个ambiguity function 那告诉大家怎么去量化去分析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这个lecture主要会对应到雷达方块组 就是在transmitter跟receiver的部分 好 那讲了刚刚的这个high level方块组 一样也是在datacube 大家看一下 我们知道datacube有三个维度嘛 那所以你今天这个lecture所学到的探讨的事情 一个最经典的要做的事情就是match builder 那他就是对应到这个datacube的第一个维度 这是那个第二个维度 抱歉 那就是这个face time 也就是在range domain上面 我们要做一些processing 那经典的做法就是match builder 那当然其实在实际的工程问题上面 match builder里面有很多设计环节 还是必须要考虑一些工程上的不完美性 那但是原理上跟原理整个 基本的principle 这个原理跟这个通缘 根本上面所学到的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主要在乎的就是这个face time 这个lecture主要在乎就是face time range的domain 所以也就是学完你这个lecture 预期你就是至少你要有能力做所谓的测距雷达 因为你如果只是测距离而已的话 基本上你学会match builder里面 你就可以测距离 然后match builder里面这个也蛮有趣的 就是当时我那时候在读通源的时候 后来又在读这个通讯的时候 发现说match builder里面到底要怎么用 因为match builder里面其实就是你要把 你要在receiver中跟遗知的这个 transmit path去做convolution 那问题是以前我在学行动动讯的时候 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遗知的传送波形 因为我传送的资料都是rendon data 我可能一堆rendon的0101 然后变成UBSK或是6COP传过来 所以我receiver中也好像match builder派不上用场 不过后来我学到要做同步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像大家如果有懂一些像wifi breaker 不是有一些词叫做preamble或者是pilot吗 那如果所谓的preamble preamble就是说你今天在做通讯的时候 你可能比如说你第一个时间点你是preamble 所以preamble就是一个前置 就是已知的前置 那你后面才会去传所谓的data 我才会去传所谓的data 比如说这边data可能是16框啊 QBSK之类的 好那像在这个通讯里面 你可能会透过这个 这前面的前置的已知的preamble 去做一个你这个资料串的这个 抵达时间的估测 所以关键你这边听到一个词 抵达时间的估测 所以大家知道说 你今天为什么match builder说可以测距 因为你这个face type上面 你等于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做完match builder 你找到peak点你可以去透过那个peak点 去知道说你的波传出去到 回来的时间差是多少 好那你如果有时间差 你又假定电磁波在空气中 传递的速度是光速 你有时间差你有速度 那你就可以去换算它的距离 好那所以这就是它的核心概念 match builder就是要帮助你去找到目标物 反弹回来回波 你传送出去的电磁波 撞到目标物反弹回来 反弹回来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time delay 你可以换算回 这一个目标物 至于你这台雷达的距离是多少 好那这就是它match builder的 在雷达里面的用途 要拿到range的估测 target range的估测 的一个核心的概念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 雷达的这个脉冲波形 好那 所谓在讲脉冲波形 我们就直接从discrete time的 compress的baseband pause waveform来讲起 好那所以这几个词大家大概知道一下 因为我们整堂课都强调就是说 我们是从实际的工程应用去讲 基本上我们不会像大家在通缘课本学到的 都是用continuous time的表示 就像这样子 我们不会用这种continuous time的表示 我们就直接用 怎么把这样子课档所学的应用在工程上面 那当然有时候有些为了要讲概念 还是会用continuous time的表示 可是大部分都没有 好那 我们来看就是说一个discrete time的讯号 讯号我们可以写x of n 因为它是discrete time 所以我这边用中括号n来表示 那我这边直接是用复数 复数的基频讯号来表示 复数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有时候今天考虑一个最基本的generous form 其实就是第一式 所谓的复数就是在电路上 你会对应到所谓的实部跟虚部 i-channel跟Q-channel i-channel的全名是in-phase 因为你今天对于这种所谓的射频无线电的系统 我们现在是射频无线电系统 因为我们雷达还算是一个无线的通讯 那对于这种射频无线电系统 基本上它就是在电路上你收到的讯号 你会把它变成是所谓的基频讯号 然后因为你的所谓基频跟基频这些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说你会把你的中心的频带 比如说我今天不是说我用哪个频段的讯号吗 比如说我承载在2.4G的Wi-Fi讯号 承载在5G的什么Wi-Fi讯号之类的 我在真的做process的时候 我会把那个2.4G或5G把它当convert到基频 也就是以零为中心的那个基频 那当然这个在电路上有一些好处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基频上面做 所以一般的通讯系统 比如像我刚刚遇到薛智达老师 他的课本就叫那什么basedband的通讯 就是通讯的basedband的设计 那一般你在通讯里面会听到所谓的basedband 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不管你在空气中你会用哪一段频段 但是你在做处理的时候 你会把它当convert到以零为中心的基频上 那这个东西就是像可能大家有听过 像做手机的通讯IC的tripper的设计 或Wi-Fitripper的设计 就是你会说常常会听到一个basedband 类似这样的词就是这个基频 好那所以基频就代表说 你现在在第一室里面 你是看不到他承载到一个载波频率的这个资讯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有这个FC出现的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没有这个式子 这个FC可能比如说是3GHz 以雷达来讲常常就是Xband 2到4 应该是2到4GHz 然后或者是9到11GHz 这个是Xband 雷达常用的频段 或者是像刚刚同学有我报道说 有一些远程的雷达比如说他也是用Cband 这个Cband Xband 还有Sband 他对应到哪个频段 这个在上学级的课友讲 你如果没看到 你wiki一下应该找得到 就是各个频段不同的英文字母表示 好所以你在第一室里面 你是看不到所谓的FC 就是载波频率 好那他是Pause Wave Vault 所以Pause Wave Vault是什么 有线长 所以我们这边会用这个Z Z下标N 代表他是一个集合 代表他是0到01点点点到N-1的集合 那我用这个notation就是会方便后续的数学表示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看到Z下标一个东西 下标一个符号 比如下标N 那他指的就是一个集合01 然后点点点到N-1 它是有线长的 那所以你在这边会看到说 这个Lecture他基本上 有些概念是很旧的东西 但是我会用实际上工程可达的这样子的表示 来跟大家做一个 你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副词 好所以第一是这个就是什么 它是一个Discrete Time Compressed Baseband的Pause Wave Vault 好所以这个波形是XN 那他有两项要注意的 就是AN跟PhiN AN跟PhiN AN指的是政府 政府 所以你如果做一些N-party modulation的话 就是会反映在这个绿色的AN上 那PhiN指的是Face像 那一般大家如果你有一些基本的QBS case溜矿的 那些基本通讯人理的概念 你大概会知道说 如果你要做一些Face modulation或Frequency modulation 他工作的地方就是在这个PhiN上 所以PhiN它也是一个跟时间index有关的函数 A也是一个跟时间index有关的函数 那要注意的是 就是这个Lecture都会强调是有限长度的 有限长度的 所以是N等于0到大N-1 所以N呢 大N现在在这边指的就是 你这个Pause Wave Vault 它有几个点 取样点 Pause Wave Vault有几点 好那A of N呢 就是定值 所谓定值就是A of N等于1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像 如果回到通讯 通讯的16框或QBSK QBSK的话 它基本上它的A of N 就是它在这个 复数平面上面 它的这个Amp2都是一样 但是你如果是看16框的话 1234 1234 这样子 就代表就是说它的AN会不一样 如果你是16框的话 对 但是雷达呢 因为它不需要传资料 所以基本上它要设计的波形 基本上考虑电路上的 实际的饱和度 线性工作区间 基本上雷达在设计波形的时候 都会让A of N等于1 这是大 基本上是 那当然就说有些更进阶的系统 它可能可以有一些 容许它有一些变化 那为什么雷达系统里面 A of N通常都是1的 因为第一个它不用传Rendent Data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说你今天你的X of N 是要传一系列的 就比如说是6框 你可能X of 1 它是等于比如说X of 0 我们从0开始 比如说它是等于1加J 那X1 它有可能就是变成是要选 比如说3加J 那你1加J跟3加J 它取绝对值平方 J取绝对值平方 跟3加J取绝对值平方 甚至也不用取平方 你就知道说它的Amp2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通常在实际的电路上 你要知道说 这种对于这种Rendent的 因为Rendent Data imply就是Rendent Amp2 所以通常其实在实际电路上 尤其是这里 我们回到这边 你通常这边会有一个功率放大器 Power Amplified 那它会有一个线性的工作区间 也就是说你输入的Power是多大 Pin是多大 你输出的Power会是多大 那通常呢 它会有一个这样子 类似线性工作到饱和 比如说你今天你在线性的区段 比如说你可能Pin是2好了 这边是2好了 那你的Pin可能是放大5倍 就是然后线性的 有一个线性的工作区间 你Pin越大 你Pin就跟着等倍率的放大 但是你Pin大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它会饱和 这边会Sedulate 会有Sedulate 会有Sedulation 就会饱和 也就是说你到这边 你Pin再怎么放大 你Pin也不会跟着大 所以通常在整个这种射频电路里面 Power Amplified都有一个所谓的线性工作区间 那所以你如果是这个 像是通讯系统 我知道在场有些人也知道通讯系统 都会考虑什么PAPR Pig to Average Power Ratio PAPR指的就是说 你那个Pig相对于Average的这个Ratio是多少 所以通常大家可能在学通讯的时候 知道说PAPR越大 就是代表就是说 它会对于就是在射频电路上 这个Power Amplified越不友善 因为你的PAPR越大 代表就是说 它越有可能那个Signal Peak 就是顶到这个Sedulation的部分 那所以通常PAPR越大 代表就是说你的工作区段 你讯号的大小 你可能你的工作区域要低一点 你可能只能工作到这边 因为你要预留一个Buffer 这个Buffer就是说 你可能Signal Peak太大的时候 它至少还能确定 它在线性的工作区间 因为你如果没有在这段线性工作区间 你的Signal Peak如果太大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Signal 今天有一个Signal 我今天这边就用X of D来写好 先不管 比如说我有一个Signal Variation是这样子 然后你对应到这个Situation的部分 也就是代表就是说 如果你像你这个Peak 你有可能就是会直接被截掉 你会直接被截掉 你会直接就是变成有Distortion 那这个是在通讯系统里面 常常会需要考虑PAPR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边说 雷达里面基本上都是A of N 因为雷达里面的波形是固定的 它并不会有random data applied上去使得 它的amperative会有random amplitude 所以如果我今天让雷达系统的A of N 都是E 就代表它可以再对应到这个PA 它always可以工作在最高点 因为它amperative固定不会变 我今天不会有random data灌进去 我今天这边不会有random 不像通讯系统一样会有random data 所以就不会有random amplitude 所以呢 我今天wefone是我自己设计的 雷达系统自己TX就决定好的 所以我会希望 通常雷达系统就会让A of N 都顶满顶到E 顶到E 我们假设就是保和就是E的话 那就是也就是它可以对应到 PA的工作区域的 线性工作区域的最高点 那当然可能还是 实际上可能还是会留一些bubber 原因是因为可能会有一些 电路或者是摄影电路的不完美性 它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 虽然你原本理想上设计的讯号 就是你这个A of N 我来看一下怎么画 你今天如果是N 然后这个是A of N 你理想上都是E 其实这个是离散的 不应该画一条线 应该是要这样就画比较好 但是它顶到的amperative都是E 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因为 一些摄影电路的不完美性 可能它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一些小小的mary relation 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 是因为不完美性造成的 可能还是会留一点点 小的线性区域区段去留住 为了避免这件事 但是至少你在digital上面去设计 transmit waveform的时候 你可以先假定它都是E 或者是就是constant virtue 所以雷达系统上面基本上都是 主要是考虑的是这个 Face跟frequency的modulation 的这种pulse waveform 那我们进一步就是 把这个pulse waveform再分成两类 一类是这种intrapause的modulation 一类是interpause的modulation 也就是说你今天 我们先看intrapause是什么 我们回到这个 刚刚这边可能没有画 但是这边空间比较大 我们画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画一个TX跟RX吗 然后他会他会这边打一个波形 然后换RX搜 然后大家记得PRI这个词吧 Pause repetition interval 也就是说他下一个 这边会打一个脉冲 然后这边再搜 重复以此类推 好那所以刚刚有两个词 一个是intra 一个是inter pause intrapause指的就是说 他的调变就是只针对 一个pause的direction里面就做调变 那大家会听到step chirp wave form 那边就是会有跟intrapause有关系 不过通常会用在像这核心拱进雷达上面 会有这样的 feature 也是会稍微带一下 我们也会稍微带一下 好所以分成这两类 那是intrapause就是说 在各个individual的pause上面 我们都会去做他的pause的phase的modulation 或者是任何的设计 那inter的意思就是会跨越不同的pause 好那先看intrapause modulation 他主要就像刚刚所讲 有一个linearfrequency modulation 这是最经典的 大家这堂课下课 至少你回家的时候记得这件事就好了 就是最常被用在做雷达波形的 就是这个linearfrequency modulation的这个技巧 好那是有linear 就是所谓的nonlinear需要讨论 这个后续再讲 那通常这类的波形 我们就是会把它叫做 叫做pulse compression的波形 就是它的概念就有点像是在做一个 对脉冲上面的血涛做一个压缩 那还有刚刚所已经有跟大家介绍 就是在phase上面apply一个这个code sequence coding sequence 那他coding sequence 拿开分成就是说 比如说都是只有1-1 那他就是所谓的这个byphase 两个 1-1 1-1 我要怎么组成一个他的phase的词讯 或者是所谓的polyphase 就是不止1或1-1的这种两个选择 他可能是有四个选择 或八个选择的cosequence apply到这个phase的词讯 这一项 那这个在section3 就是我们第三个部分 这个lecture的第三个部分会讲 那我们这个lecture 也会讲到一些inter-pause的modulation 那他也是不外乎 就是针对这个phi of n这一项 去针对这个讯号的frequency 或者是phase 做一些调变 我刚会亮大红灯 刚刚那个散退了 刚刚那个散退了 不弄散退 不弄散退 是我电脑太热了 是我电脑太热了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讲了这有这几类 所以大家现在已经先看到这整个蓝组了 就是说你今天要设计的讯号博爱乎 都是在这一个 这一个式子内 就是这个第一式的这个式子内 有ampere的项跟phase的项 好那在雷达里面通常我们afn 就是假设是afn等于1 所以主要设计的对象就是红色这个phase这一项 那大概分成几类就是intrapause和interpause intrapause里面又分成是pause compression的 的微风和phase coded的微风 那尤其是pause compression里面的lfn 希望大家就是记得 就记得 就是这两个下课 你就记得这个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讲几个pause微风设计的观点 那这几个观点 其实也就像刚刚课堂 他一开始讲的一样 他也是会适用到 其他维度上面的讯号的一些概念 那基本上在这边会讲比较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pause微风呢 第一个就是说他会跟这个 其实他这个设计的条件 就是跟你到最后你这个系统 雷达系统里面预计达到的一些需求 或效能有关系 或一些限制有关系 那红色这几项就是几个 比较重要的物理意义 大家需要知道 第一个就是pause微风设计 跟你的雷达收到讯号的SNR 是有关系的 好那为什么有关系 因为你传送出去的讯号越长 讯号是时间的函数 基本上你的讯号的时间越长 代表你能量越大 你能量越大代表你 在接收回来的时候 你越有机会收到比较大的 你越有机会可以算出比较大的SNR 那所以第一个 你说脉冲讯号怎么设计 第一个你要考虑的就是说 请问你的雷达的pause 你要设计多长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跟你的SNR的constraint 会有关系 会跟你预期你这个雷达系统 你今天在还没真的开始收 你今天在设计雷达规格的时候 你可能要先去推估说 我雷达系统我希望我的receiver 可以always guarantee有多少的SNR 那如果这个问题来了 你就要去想 好那我如果肯定这个SNR 那我的打出去的pause我要多长 所以讯号是时间的函数 那讯号越长 一般而言你的讯号就是 你的讯号能量就是越强 收到的也会越强 那这样子的话 这跟SNR是有关系的 好这第一件事 好第二件事是range的resolution range的resolution 那resolution这个词 我们再来讲一次 我们现在在讲resolution 不管你在哪个维度上 他所指的就是说 任两个目标物可以被区分出来的距离 不管是哪个维度上的距离 那所以比如说 你今天不管这是哪一个维度 你今天这边有个目标物 这边有个目标物 比如说这个在 如果是range的维度 那比如说这是100公尺 这个是500公尺 那你可以区分出来说 100公尺跟500公尺 各自有一个目标物 那这当然区分起来没问题 好但是如果你有个目标物在这里 好那有可能你可以萃取到这个 你有可能可以萃取到这个pick 往前我用红色 这个pick 还有这个pick你也找得到 好那你顺便可以萃取到说 100公尺有一个目标物 120公尺有一个目标物 好那如果再近一点的 如果是110公尺的 他可能两个讯号就叠在一起了 你就区分不出来 好那所以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讲 或许你会宣称说 在这个维度上面 你的距离的解析度是20公尺 好因为你一定要兼具20公尺 你才可以萃取出有两个目标物的资讯 好那这个就是resolution 拿在range的维度上 在range的维度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resolution就是我要区分这两个目标物的最 最小能接受的 所以一般我们用一个词 resolution越finer越好 我们会用这个词finer 越精细越好finer 英文是finer 越细致 你跟你讲 那就是越细致越好 因为你比如说以刚刚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说这两个目标物要间隔20公尺才取得出来 10公尺就取不出来 所以如果我的resolution说 我可以做到10公尺 代表就是这两个目标物 距离10公尺 我也可以解析的出来 好那当然这个是从距离的维度去想 你由这角度的维度去想 就是说这两个目标物相对于你的雷达 相差几度内 你可以解析出来 好所以这个resolution这个词 在对应到雷达的规格里面是一个 可能一般形容的东西 我们比较没有用到这个字 那在雷达里面不管你是像我们现在 整个学习的课 几乎都是在讲说 你怎么在三维空间中 标的出那个目标物的位置 对这样子的说法 那你如果是用像合成拱进雷达的概念 去用电池播放式去做成像 这也会有一个所谓的resolution的这个词能出现 解析度的意思 当然这个解析度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解析度这件事情在中文上叫解析度 那这可能有点也是像是比如说 你说什么电脑荧幕什么几百p 什么4098 4096什么几p数 所以说解析度越大越好 好那这边的解析度跟那个解析度不太一样 就是这边指的是越finder越好 我们再重申一次 就是说目前的雷达的这个解析度 我们指的是在任何一个维度上 可以成功解析出任两个目标物的最小距离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并不是像那个什么 这个萤幕或这个投影机的解析度 越大越好这样子的说法 因为在中文上都叫解析度 好让大家知道这样 好那大家先有一个初步的概念 就是range上面的解析度 基本上会跟你的这个pause的长度会成正比 会成正比 就是你的pause的长度跟解析度是成正比的 然后会跟你的pause 你pause在时间上时域上面 那转到频域上面会有bandwidth 会跟这个bandwidth成反比 大家先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会成反比 好那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第三个straddle rows straddle是跨座的意思 straddle是跨座的意思 那等一下也会再讲多一点的探讨 那这个straddle rows 其实你就会可以想象就是说 你转到一个main row 它pick在这里 这是pick 但是你其实是经过 你其实在做任何资料 你不管在spatron上面 或者是什么上面 你今天只要是在数位的世界 不包括你大家在main row做事 你其实都是会有数位的取样 但是很不幸的 你有可能不会取到这个pick点 你可能取到的是pick的左右这一点 那这个时候 你没有取到真正的pick点 你还以为你的正义就是这个pick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straddle rows 所以你要怎么改善straddle rows 基本上你可以去透过增加取样率 因为你取得越密 就有越大的货轮率 可以取到那个真正的pick 好 所以当然这个东西也跟你的main row的形状有关系 你的main row如果长得比较宽 看长得比较窄 那你比较宽 你就是比较宽代表什么 就是说你今天这边取样 你就算没取到pick点 你取到旁边大概也不会差多少 但是你如果你的main row那么窄 你取样也是 你可能就很容易没有取到这个pick点 你可能甚至取到这一点 所以这跟你的取 你要改善straddle rows 你可以怎么办 你可以要么就增加取样率 要么呢 你就是要去设计main row的形状 让他即使没取到pick点 他基本上也不会相较一个点输多少 那这就是straddle rows 好那第四个是side row level side row level 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不管任何维度都通用 基本上没有人希望 这个main row以外旁边的side row太大 因为你就是会影响到其他 如果我今天有任何一个目标物 比如说这个是平带好了 平谱 如果有一个目标物 他的平谱是落在这里 你side row太大 你可能就把人家盖过啦 因为你的整体圈套可能是比较大的嘛 人家你可能你的旁伴就盖到人家的主伴 你的side row就盖到人家的main row 那人家的main row 他就算跟你的resolution 你是可以解析出这个目标 你是应该要解析出这个目标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个中间的main row太大 所以他side row也跟着太大 就把你盖台把它盖过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希望side row太大 那side row不管在哪个维度上面都会有 那如果你对应到range的维度上面呢 他主要就是在range的维度上面 其实我们就是会做这个match builder match builder其实博外物就是做correlation 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会叫做correlation lag 就是因为你做correlation就是所谓lag的index 那你如果是对应到平谱上面的 就像刚刚所讲的这个图一样 如果你隔壁平谱还有人的话 还有其他的目标物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把人家盖台 这是side row的level 好那下一个是这个所谓的ambiguity ambiguity 那这刚刚也有讲了 为什么会有ambiguity 他关键就是说你在做match builder的时候 你在考虑range domain上面的processing的时候 你并没有去把dapper script 也就是说你有moving target存在的时候 你会有dapper script 你在考虑range domain上面的match的时候 其实是有存在 因为移动的目标物所引起的dapper script 但是你并没有对dapper script的 的这个不理想先做谋杀 你就先做match builder 那你就会有所谓的ambiguity 他就是会发生在range跟velocity 这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上 那当然你如果说你今天是先做 你的雷达有算法是先做dapper processing 估到雷达之余这个目标物的相对运动的值之后 先把它补偿掉再去做match builder 那可能就没有这个ambiguity 或者是ambiguity就变比较小 那这个是一个 如果你在做match builder的时候 还没有针对速度的资讯去做补偿 会有ambiguity 那这个需要注意 好 那第六个是dapper的tolerance 就是说你有了刚刚那件事情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真的没办法 你就是做match builder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dapper存在 因为你没有先做dapper ship的补偿 那下一个问题就变成要问你 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所设计的pulse waveform 请问你这个波形对于dapper的容忍度够不够 因为你如果容忍度够的话 那可能就勉强就先接受吧 就是这个就跟你波形设计的特性 会有关系 所以就会问你说你现在这个波形是不是对于dapper的容忍度是够的 那就是dapper tolerance 好那下一个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 我们刚刚讲的 有你做match builder的时候 如果有相对运动存在 你没有对dapper ship的做补偿 会有ambiguity 然后就变成说要去问你说 那你的对dapper的容忍度够不够 好那你如果说你容忍度够 通常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就是叫做range velocity coupling 他指的就是说 你今天即使有dapper的成分存在 但是你在看range维度上面的时候 你能不能仍然可以看出 有main rope跟side rope的这个概观的关系 那比如说比如说今天像刚刚下面画的这个图 你今天这个图呢 如果没有假设你现在在做分析的时候 你知道他没有dapper存在下 他是长这个样子 好那请问就是说如果有dapper存在下 你知道他不是那么真正的match 那这样子的话请问 他这样子的main rope 他可能会有一些变形 比如说变成这样子 这边吗 你是不是还能看得出这一块是main rope 这一块是main rope 然后旁边是side rope 的这样子的profile 因为你可以为什么说什么叫做看得出来 因为你看得出来之后你才可以意味着就是说 你还是 你才还是可以在main rope上面去调一个peak出来 你才可以调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 这个range velocity coupling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你即使在有dapper存在下 你就直接去做match builder 那请问你做完之后 在range上面的这个main rope跟side rope的关系 是不是还能够保有 那这个东西他们叫做range velocity coupling的这个词 那保有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保有main rope跟side rope的关系 也就意味着你比较 有比较大的破坏率 可以真的在main rope上面这边 仍然找到他的signal peak 那当然大家知道说为什么要探讨这个词 代表就是说有时候 比如说你想想就是很高速的情况下 double shift的很大 你可能补偿完之后 你这个选择变成什么样 我用绿色化 就是他可能变成这样子的 这只是你这个没见到 他可能变成这样子的 你这样子就根本不知道main rope在哪里 你连要挑 你可能硬去挑 你可能挑到这边 因为我绿色的线是这边最大 那这样子就很明显 完全就是很容易侦测错 那当然这些事情现在是定性的描述 那至于就是实际上你要判断怎么样 何为可接受不能接受 你就必须要把那个量化 量化的formulation把它定出来 那接下来再讲两个 就是这个所谓的blind zone 跟这个duty cycle 那blind zone是什么 他就是指的是盲区的意思 那这个盲区 其实在这个学习比赛 你又帮他复习 因为你这样一个波打出去 这个一个脉冲波打出去 你必须要完整的收回来后 你才可以跟他做match filter 然后在这个点找到pick 所以也就变成说 你这个波打出去 你一定要等他最快最快 也是要出现在这边 你才可以在这个点找到一个pick 那这个东西就会构成所谓的盲区 因为你必须等你打出去的那个pause 完整的回来 就算是最快最快 你只要等他一打出去 马上完整的回来 你才可以做一个完整的processing 那这个东西会跟大家回到讯号与系统的 那个posal system有关系 posal system是什么 就是你当下的 一定只跟过去跟现在有关系 你不会办法预知未来 因为你实际上电路上就是一个讯号 一个一个讯号的采样点一直进来 进来进来 你一定是透过现在跟过去的资料 去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没办法透过未来的资料 那所以呢 你在这种 pos打出讯号 然后receiver要完整的收回来 你会有所谓的盲区有问题 所以呢 你的pos如果越长 你pos越长 虽然你可以 让你的SNR的要求可以 比较宽松一点 就是你pos越长能量越大 SNR会比较大 但是你pos不会太长 尤其面对近距离的盲区 那你的盲区就会比较大 所谓的盲区就像比如说 你今天在坦克车上面 你有一个一台雷达 那如果对方的火箭炮 飞到距离你100公尺内 比如说你的盲区是100公尺 那你100公尺内 你是看不到有火箭炮的 你是没办法侦测到的 火箭弹 那所以盲区 基本上也没有人希望太大 没有人希望盲区太大 但是呢 这种所谓的pos wavefoam的这种 这种类型的雷达 就会有面对盲区的问题 盲区的问题 所以盲区其实就是 最小可被侦测的距离是多少 最小可被侦测的距离是多少 那基本上就是盲区的 你盲区是100公尺 也就代表就是说 你目标物在100公尺还看得见 再进来就看不见 就是所谓的盲区 好那下一个是duty cycle 那duty cycle 这个东西其实像 刚刚同学课长报告有讲到 duty cycle其实就是说你的这个TX 你的transmitter 它真正工作的时间 那所以像刚刚同学课长报告有讲到 就是说你一台雷达系统 一台雷达系统在设计 你其实要考虑你的最大或者是平均duty cycle是多少 因为这个东西会跟你的电路元件上面的热会有关系 那所以duty cycle它的定义器就是你的在一个PRI里面 这样是一个PRI 你的transmitter真的有在做工的那个工是多少 因为瓦特就是你每秒做多少的工 那就是说你在这整个一个PRI里面 你真的有在做工在发能量在发热的那个做工的比例是多少 所以呢你的PAUSE越长代表就是说这个PRI里面你做工的比例越高 你做工比例越高 所以这个东西在你在设计 实际上在做雷达系统设计的时候 你可以你要你要考虑像刚刚同学讲的 就是说你比如说duty cycle 你不能大于比如说40% 你不能大于40% 因为你在大怕那个transmitter PA连续开太久 就比如说transmitter PA如果连续开太久 会有烧掉的风险 好那希望我希望大家对这个POWSE越白都有一些概念 这其实是射评电路上的一些一些概念 当然我也不是这个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至少我懂了大家要懂 就是说这个PA它会做热吗 所以以前像比较传统就是所谓的CMOS的PA 那像最近比较红的就是这个什么GAN 淡化夹吧 诶真的念 其实对我连这个都不太会念 就GAN的这样子的PA 那当然GAN的PA有个好处 就是说它比较能够接受这种像 POWSE揮梦雷达这种开开关关的特性 那CMOS比较偏向就是说 你如果是长期的一直 稳定的一个小功率一直输出的话 它比较适合 那这种像POWSE揮梦雷达这种开开关关 开开关关 这种比较好的特性是GAN这种 这种PA 但是这些PA都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开太久它可能会烧掉 因为它就是容易烧掉 就是说因为它开太久它很容易就 就有热 有热它就会烧掉 那所以像这个东西也蛮有趣的 就像比如说我自己在做这个 那个雷达系统里面 就是说像我们自己在做一些雷达的校正 或者是量测的时候 我们都还要去顾虑一下 就是说那个PA不要连续拍太久 然后同时我们的系统都还要去monitor 那个PA的温度 因为比如说它 假设比如说它到85度 你可能就要自动动止这个量测 因为怕它会烧坏 所以PA烧坏这件事情是 应该是任何的无线电射频系统 都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会跟Duty Cycle有关系 就像同学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Duty Cycle治愈你的Transmitter很热 热太热就是你的PowerMRI烧掉 PowerMRI烧掉代表你那个Transmitter发不出去 所以这个Duty Cycle会跟你的 这个PauseLens其实也跟PIA有关系 还有你额定的这个Peak Power有关系 因为就是你如果考虑Duty Cycle 就是Average的Transmit Power 那所以就是这个东西跟你额定 一开始额定这个Transmitter 要打出多少的峰值的 峰值的这个瓦特数会有关系 你真的Duty Cycle就是说你在这个PIA里面 你真正做工的比例是多少 那以这张图为例就是这一段 好所以这些事情会对应到下面这个图 就是TX打讯号 RX收讯号 那这个图其实就是也有点代表了 就是这个Lecture主要要讲的微风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说就是Transmitter打讯号 然后会有回播讯号回回来 好然后有几个词 你可以这边就可以看到 我们先看BlyZone好了 就是盲区 因为你要知道说讯号打出去 你必须要完整的收回来 你才可以做复理 好啊这个跟讯号信用 大家学到的Cosal System是有关系的 好 你必须要完整收到一段讯号 因为你做完Convolution之后 它会出现在最后一点的Pick 好所以基本上你提早收到讯号 你这个打出讯号 你提早收到讯号 这边基本上是没办法 让你做一个完整的processing 因为你真正receiver 可以做processing的时间点在这里 并不是这里 不是这边 因为你是TX开 TX关完之后才换RX开 所以基本上你不会在这边提早做工 不会 那还有一个词就是这个Compression 这Compression 大家可以直接先看这个示意图 它就像是一个悬波 一个悬波它会随着时间 比如说它随着时间震荡的 越来越快 那这个东西就是随着时间 它的频率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它也会叫chirp的原因 就像那个鸟鸣声会 就是一直 然后一直在咯 这样子有那种很高频的声音跑出来 所以就是所谓它为什么也叫chirp chirp这个词 就是代表它有点像是去 去做这种变频的 变频的这种设计 那所以你以这张图为例 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Compression这个字眼 是从什么样来的 就是从这样子的示意图来 就是仿佛你边传的时候 就边在做讯号的压缩 因为你正常频率越来越快 所以就好像在时间上 就这样被压缩起来了 所以就是Compression这个词的由来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说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 Pause waveform的设计 请大家必须要知道说 就是有这几个物理意义的定性描述 你必须要去考虑 那接下来课就是当然会希望 就进一步的去可以把它 尽可能的我们用一些数学式 去把它量化 把它的数学formular出来 但是定性上 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 雷达的波形设计 必须要考虑哪些因素 那这些物理意义的定性描述 我这边先用这一页图里面 就做简单一句两句的 这样子的表述给大家 请大家知道要有这几件事情 然后还有blind run 跟duty cycle 我们暂时先不下课 因为我今天比较晚来 我们就直接把课上完 好那接下来就是要帮大家复习一下 就是简单的Match Builder Match Builder 大家在学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它是Maximus SNR 那我这边呢 就是记在这个Match Builder 有六页的投影片 那请大家就是直接先 记得第一个图 第一个图 就是这个最上面的图 那Match Builder 你可能会想说很简单 当时我考研究所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数学试 我都全部把它背下来了 然后我记得老师也是说 都是背下来就对了 因为总是有一些 那个研究所 他会直接就问你Match Builder 然后你可能除了 就是像是考中文系一样 把它背出来以外 你如果可以把这些数学试 写进去那更好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大家都倒背如流 但是这边我想要大家 我希望大家看的点是 我现在这边并不是 大家背的那些数学试 我刻意要用 Discrete Time Signal的方式来做表示 而且必须要考虑 你是Cosal System 因为实际的工程系统 都是Cosal System 这个很重要 这个跟现在大家在学这个东西 很重要 好 所以我们先看左边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它的Index 是从0到 Number of Samples Per Swat-1 因为它这一段对应到 就是你雷达Receiver打开的这一段 所以大家要注意 现在这边就是 跟大家在同学课 他们学到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这边真的是要考虑 实际工程可以用的 所以就是0到 Number of Samples Swats-1 好 那今天有一个回波的讯号 EchoPulse 它落在蓝色的这个地方 它的最后一点 对应的Index假定是N0 那这个我们先把Notation定义清楚 然后大家记得 这个N0一定是大于等于Number of Samples Per Pulse-1 也就是N0一定是大于你这个Pulse的点数-1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考虑的是Total System 所以你要做Any Processing 你一定是要在这个Swats的时间内 完整完整的收到这个回波 你才可以做一次完整有意义的处理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跟大家在通诊科们 学通诊科没有人会教你这个 可是在实际工程上你拿到的讯号就是真的是涨 你就只能是一定要考虑Cotal System 好 那 这样子呢 那我们再加一些Notation 就是说这个图我当然是先假设没有杂讯 杂讯我这边习惯先用Z of N来表示 就对所有的这些N跟 这些Discrete Time Index上面 我基本上是没有杂讯的 所以可以先这样假设 但是Formulation上你可以知道说Receive的Signal 它就是你的Transmit Signals是X of N 它会经过一个通道 通道的争议 那这边我们不考虑Multipase 因为我们通常在Ladar里面 我们先直接先简单的假定是Line of Sign 有直视波 Line of Sign 所以我们这边就考虑说假设有一个争议 那当然这个通道争议大家也知道 就现在在接下来的推导里面通道争议 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项目 但是我这边只是为了比较完整描述旗舰 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说传送的讯号会经过通道 然后才被你Receive的端收到 Receive的端收到还要加上它自己的热杂讯 只是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也假定热杂讯这边我没有画出来 因为重点我们现在不是要讲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收到了这个讯号 你要经过Match Filter 所以你要设计Match Filter 那当然设计Match Filter大家的原理 还是都一样的都知道 你就是要在你的讯号的点上面找到有最大的SNR 那你要经过怎么样的Filter 那这东西叫做Match Filter 那当然答案大家一定也都知道了 就是说我们这边也不是在迈弄什么推导 主要就是说要告诉大家说 你要怎么在实际工程上面去 判待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也是直接讲它的结论 这边就直接先讲它的结论 就是Match Filter这个Filter Response 你要怎么设计 它其实就是你传送讯号 然后这个x你把它取contregate 然后再把它翻过来 左右翻过来 就讯号 假设时间走的是左边到右边 你就是把左边右边翻过来 翻过来怎么翻 就是这个n0-n 所以这个就是Match Filter的结论 的close form 它做的事情就是 比如你在receive的端 你要经过Match Filter 这个filter的response是什么呢 就是你已知的传送讯号 取contregate 然后翻过来 翻过来取contregate 那接下来你翻过来取contregate 就可以做完这个Match Filter 你预期会得到什么呢 你就是预期会在n0的这一点 你会找到一个correlation peak 因为大家应该已经知道 Match Filter 其实它其实就是在做correlation 这个东西也是直接讲结论 因为这并不是在这一堂课 才讲出来的新知识 这应该大家在同学院都学过 同学院里都学过 所以你就是会在你的n0这一点 会找到这个correlation的peak 这个peak 它对应的就是一个discrete time index 它对应的就是会对应到 你这个data跟目标5的距离是多少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这个式子得到 你假定你每一个取样的间距是ts 那你的这个 那你的这个 你会乘上电磁波传递的速度是光速 所以你的你的时间如果是ts 你时间如果是一个取样的间隔是ts 它乘上它的光速 电磁波传递 在空气中传递的速度是光速 那你这样就是有它的电磁波行进的距离嘛 但是因为你雷达 关键的是你雷达打出圈 它撞到无耀物盘回来 所以距离你要除以2 因为是来回 对 ok 所以你如果要把这个n对应到这个 距离的科度 就是这个 是这个距离的科度是这个 就是所谓的r 我没有r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取样间距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n0 你n0是几个取样间距 你n0可能比如说是 你n0比如说是 比如说10个好了 10个取样间距 你找到n0这一点有pick 然后你比如说你一个strategor筛选过去 你找到这个pick 你只取这个最大的 好 那就是10乘上这个 表示你的n0等于10 ts 好 那你的10就变成说是10这样子 然后乘上光速 3乘10的8四方meter per second 除2 ok你就可以找到这个目标物支域你的距离了 好 所以呢 MatchBuilder 这个主要的用途在雷达里面就是要测距 你就是要测距 你就是要测距 那怎么测距呢 透过你做完MatchBuilder之后 在你对你找到这个pick点在哪里 它对应的是在这个n0的位置 那你知道这个discrete height的index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式子 你知道你每个取样间隔的时间是ts 所以每一格其实它对应的就是 你取样间距 就是你的距离是delta 那你知道n0等于多少个取样间隔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目标物支于你的距离是多少 这个除以2的意思是因为你要考虑来回 就是传过去 你传出去到回来的时间差是多少 速度你知道要考虑来回 那所以这个东西叫做静向距离 因为就是去回来去回来这样 好所以MatchBuilder的重要的在实际的工程应用 其实就是对应到这第一张图 大家至少要记得这张图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些数学 不外乎就是在检视这张图而已 那也是有一些大家习惯的数学符号的操纵 那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就把它讲过去就好 好那所以呢对于你所收到的渲号y of n 大家记得它是一个有现场的 因为我们在考虑的就是雷达的这个swath的这段时间 所以是ns 然后上表swswath的意思 那所以就是这个式子 所以h代表是channel gap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先简单假设它是1 因为你即使不是1的话 基本上就是它不影响MatchBuilder的决定 好那x of n 它是一个它的这个pulse的点数是n下标s上标p 它的这个transmitpulse的长度是这样子 所以这边其实有写 就是说你今天你所收到的这个pulse 它比如说你今天知道它的最后一点是n0的话 那它的所收到的这个index就是n0 最右边这边是n0 那这边就是n0-nsp加1 你的index会落在这一段区间里面 那n0会correspond to 刚刚上面我这边已经有讲了 就是你会透过就是 你n0会跟所谓的对应的一个t0 就是它这个index对应到它时间是多少 你有这个时间你可以换算跟距离去做换算 那关键就是这个式子 那在这边刚刚的例子已经讲过了 那z有个n就是杂讯 那今天这边我们就是为了分析方便起见 就是假定它是这个iid的话 couture noise 那它其实就是zero mean 然后有个variance 那这个符号nsw指的 就是在swats的direction里面有几个取样点 那当然就是说在如果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在这张图先讲结论了 那所以这边就是其实就是 带一下推导过程而已 那所以推导过程当然你会先去想说 就是说这个match filter我要怎么设计 它是fn 它要长什么样子 那当然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 我们已经知道 我要强调大家已经知道答案 这不是新东西 但是我们就是把推导过程顺一次 依照这样子实际工程应用上的 这样子的discrete time的表示 我们推一次 好所以就是我现在要设计的就是fn 那它多长 我要设计的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那当然我们已经知道结论了 它结论就是跟tX的chasmid part一样长 好那所以重新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已经知道结论了 然后我们从头开始来推一次 就是说 你如果要推导这件事情 它的Problem Statement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要去设计一个 finite impulse response builder fn 那它多长 我先用ns 下标s 上标f 来表示它多长的点数 然后我们要为这个 我所收到的wire of n的讯号 我要去设计一个finite impulse response fn 使得 我的收到的讯号 经过这个finite impulse response之后 我在我的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 就是n0 就是这个讯号的n0 我要有snr最大 我要有snr最大 我还有snr最大 这就是我的Problem Statement 那希望大家应该是已经很熟悉了 match builder 只是我这边用我们的这个notation来表示 好 所以针对这件事情 就是第三次 我们来看 就是说我今天收到讯号 我要经过这个finite impulse response builder 得到一个处理后的讯号 那所以我们把这几项拆开 就是你会发现说 这边有一个传送的讯号 经过通道 然后我在接收端 我要再经过这个finite impulse response builder 假定这两个做convolution是s s of m 那noise也会经过这个filter 所以就变成 z跟f做convolution 就变成w 这是推导过程 那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这个m 它会变成是你的swast点数 再加上这个filter的点数-1 因为你会把这个 诊断的讯号 仿佛就是都要去经过这个match filter 所以你经过一个filter就是做convolution convolution你可能到最后就变成这样子 这边会变比较长 好 所以这边的由来是这样子 好 那所以有了 你经过这个finite impulse response filter 讯号是r of m 那你想要看的是在m等于n0的时候 它的snr有最大 这是刚刚的proven statement 所以我们把snr写出来 就是这一项 跟这一项 分别放在分子跟分母项 好 那分子分分母项 你就可以看到说 针对这样子 其实这个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就下面就是杂讯 上面就是炫耗跟能量 炫耗跟通道 通道假定先不用看 其实就是Sz项而已 好 那这边我们先另一个变数m 大写m 大写m它通常是2的密四方 它必须要大于等于这个值 就是swast的点数跟filter的点数相加减1 那这边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在实际的电路系统上 我们会做FFT 为什么要做FFT 因为通常你看到这样子 你会做Fast Convolution Fast Convolution 就是说我不要直接在实域上面做convolution 我要转到planning domain上面做点层 再把它转到实域上 这个操作叫做Fast Convolution 所以你既然要转到频域再转回来 IFT、FFT跟IFT 那你就必须为了电路的方便起见 所以你通常会选用2的密四方 所以这边有这个这样子的说明 好 所以你就是把上面这个讯号 就是XN跟Y XN跟FN 你要做convolution 所以你就是把它转到频域上面做点层 然后再把它转回实域上面 那所以它的notation就是5A的这个式子 XN转到频域上面就变大写XN K 那同理就是这个杂讯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作为 就是Z跟FN 转到频域上面 那之后要再把它转回实域上面 这个我们就快速代步就好 好那接下来呢 什么是你经过Filt后的讯号 就是6A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刚刚在频域上面做点层嘛 然后又再转回实域 所以就变成SN就变成6A的这个式子 然后我们要在乎的是在M等于N0的时候 它的SNR 所以我们令M等于N0 那它就变成把这个蓝色的N0 把它M替代成这个N0 好 然后我们做一下左右调换 就是说这个X跟F相乘 把X像这边写过来 然后把F移过来 就这样而已 那为什么移过来呢 因为它就方便你可以从科西斯瓦斯 这个科西斯瓦斯的inequality 这个科西不等式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拆解 因为你如果对6B这个式子 你对它取绝对值平方 你就是等于这一项取绝对值平方 这项取绝对值平方 它会 绝对值平方里面的两项相乘 会小于等于它的个别项的绝对值平方相乘 那这个就是科西不等式 这个应该也预设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科西不等式 所以这里面的这两项相乘 这两项相乘 你就可以把它拆成 各自的绝对值平方 乘各自的绝对值平方 所以呢 科西不等式大家都很熟悉 如果这个不等式要成立 就是它的 也就是它equality要成立的话 就是你的这两项呢 它只有一个常数倍的关系 也就是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你的s拿到最大 代表就是7a的这一项 这个sn0 觉得怎么样要最大 它有最大 根据科西不等式 就是要等号成立 等号成立呢 就是它里面的这两项 必须要是常数倍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f of k 它就必须是这个第84的样子 它就必须要是 这个前面这一项的常数倍 它常数倍是几倍 其实没差 就是α 所以这边这个α 就是dumine variable 你也可以把直接在这边想象 R法就是等于1 就可以了 所以从这边其实就推导出了 这个match builder的这个builder response 它在frequent domain上面的表示 就是第84 这个应该帮大家复习一下 好 然后第94 第9a这个式子 就是你把这个f of k 它是match builder的 frequent domain的表示 所以你再把它转回tit domain 然后做一个推导 好 所以你把它转回tit domain 就是要乘上这个explanet 这些什么东西的 然后做sumation 然后变成9b 9b这个式子 那9b这个式子 你就可以进一步把它得到9c 就是说你把f of k 就是说你把frame domain上的表示 变成tine domain上的表示 所以这个contregate把它放下来 然后因为这边有一个n0 所以这边你会发现有一个n0 那r法我们刚刚说的 它是一个dumine variable 所以它可以等于1 所以不用管它 所以你就得到最后9d的这个推导 好 这个东西带得很快 因为预期大家都应该会 所以我们就证明出 如果你要让在n0这一点 你的讯号有最大的snr 你的这个match builder 必须要怎么设计 就是你的transmit pulse 去contregate 然后再翻转 翻转你从哪里来 看到n0-i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说 它的lens 就是你的这个match builder的长度 其实就是跟你transmit pulse的长度 是要一样的 而且呢 你的n0必须要大于nsp-1 因为你要考虑 你现在做的是costal system 那这边你其实从这个式子 也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你的n0没有大于nsp-1 你这里面会有一个 你的中括号里面会有负号 中括号里面会有负号 基本上 从我们刚刚最一开始的这个图的定义 你的transmit pulse里面 你现在在这边处理的index 是从0到nsw-1 基本上你的x ofn的这个中括号里面的n 不会有负号 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到出来说 我们现在就是从真正的工程上的control system 在做这个推导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结论试看出来 好那当然这边就是再继续反推 把它带回去 就是说你今天所谓说 你说snr有多大 好那到底这有多大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推导出了9d了 好那所以来看就是说 9d是怎么来的 它是从f of k 是第84这边来的 所以你只是把第84再带回来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像 就在n0这个时间点上的讯号的绝对值平方有多大 所以你把f of k带入之后 你就发现它可以拆两项的这个已知讯号的频率的这个有多大值平方三分一分之下 好所以它这个基本上就是它的transmit pulse的能量 transmit pulse的能量相乘 所以这边是transmit pulse的能量的平方 就是它的这个snr的分子项 好那filter有经过这个filter noise的推导 这个也是快速带过 就是杂讯跟filter做convolution 然后频率上表示是这样子 然后再转回title面 所以成长experience 这些什么东西的 好这边就我们快速讲 所以呢你针对这个w event的统计特性 就是你对它取期望值 你知道它是还是0v 因为期望值会挂进来这个z的部分 那取绝对值平方再取期望值 就是要去找它的variance 那variance最后找到结果是12d 就是把这个基本的noise的这些项 variance把它取出来 但是因为你的filter那一下是f of k f of k 其实就是跟你的transmit pulse的x of k有关系 所以你这边经过推导 你会知道这边有一个ex 就是你transmit pulse的能量 好所以我们可以写出snr了 snr就是刚刚的这个式子 就是说这边它就对应到绝对值平方 抱歉它这边就是对应到它能量的平方 然后分母项就是杂讯 杂讯因为它有经过这个match filter 所以这边有一个ex就是transmit pulse的能量冒出来了 所以这个跟上面这个平方向相消 你就得到所谓的最大snr 它的close phone不是第134 第134 channel我们可以先加车先不管 因为它跟刚刚推导是不关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会有这样子的snr 好那所以呢 这边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所收到的讯号经过这个match filter 你把这些数学式展开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match filter 它的数学式就是transmit pulse的conjugate 然后它时间上是左右反转的 就是取 其实在maylib上面就是取flip了 取conjugate 再取flip 好那所以这样的数学式写出来 你会发现说其实呢 它就变成第14式的这个样子 那14式的这个样子 你看到它的数学式 其实它在数学上就是在做所谓的correlation 而且是deterministic and correlation 因为在这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随机成分了 所以这个叫做deterministic and correlation 所以刚刚我们说做match filter 就是在做correlation 就是从第14式 你从数学上面看到就是 就是它在针对这两个讯号做correlation 那所以有了第14式这个市值呢 我们如果让我们如果做一些变数代换 因为变数代换 因为如果你做correlation 就会问说 你correlation的那个最高peak点是多少 因为你做完一个correlation 你可能是长这样子 correlate 在n0这边有correlation最大 那你这个correlate的peak是多少 那为了这样起见 你14式做一些变数代换 你可以变成15式 把这个n0取出来 然后link这个q 就是这边有一个q 这个q做一些变数代换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 从14式你已经看出 它是一个correlation的市值 然后做一些变数代换 我们把n0拉过去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 那这个市值你就更熟了 这是y of n乘上的这个x conjugate 然后n-q 我们做一下变数代换 一定q 我们把q抓出来 然后n0也抓出来 所以你在第15式你就看到说 它其实就是真的在做correlation 那correlation的peak会发生在哪里 就是n0的地方 n0的地方 那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在分析问题的时候 你假定你的y of n就是x of n的话 那它其实就是在做foto correlation 那所以你在设计波形的时候 其实你不知道你收到的讯号 长什么样子 当然我在实际上的工程问题 我是拿收到的讯号就是y of n 我去跟已知的transmit pause 做correlation 就是第15式 但是你在设计波形的一开始 你因为你没办法先假定 你收到什么东西 所以你在你如果单纯要看一个 自己的这个波形的property 所以你要去设计这个波形的特性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直接在 你可能就直接会令y of n等于x of n 也就是说你会去看一看 你今天假定你这个讯号完美的传送 跟完美的接收 也就是y of n等于x of n的时候 你这个波形比如说在这个correlation后 的表现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先令y of n等于x of n去做对应的设计 但是它有一个关键就是说你做correlation 它的peak会发生在 你如果有用变速代换之后变15式 你的peak会发生在这个n0的这一点 发生在n0的这一点 那所以这六页投影片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大家已知的match filter 那对应到雷达的应用上面 和工程的实作上面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PotoSystem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通常我们会考虑做based convolution 因为在pandle面上面做 如果你想想看哦 如果这是个pause的点数 它如果是上千点 上千点你要 然后你下面这个swast的点数是上万点 上千点的讯号跟上万点讯号做convolution 那个复杂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通常在实际上会考虑要做 based convolution的做法 所以我这边的推导 match filter 其实推导方法不止这种 但是我这边的方法是先 就是依照工程上常会遇到实际状况 我们用based convolution去做这样子的推导 那最后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match filter 我们在下个礼拜开始的课 我们就是如果讲correlation 或match filter 它基本上是在做同一件事情 把收到讯号跟已知的传送讯号做correlation 也就等效于说 把收到讯号跟已知的传送讯号做match filter 但是下礼拜可能还会加一个 因为我们要去探讨 我们这个波形要怎么做设计 那波形的设计的本质 我们会直接先从它 就是假定y of n 等于x of n 也就是说 自己跟自己做autoporrelation 的表现长什么样子 假定我今天是完美传送完美接收 那y of n 就是x of n 那我透过这样子做autoporrelation 我要去看看说 我所设计出来的这个波形 它做完autoporrelation后的表现 它表现是什么 通常就是也是一样 做完correlation之后 main looper跟side looper 长什么样子 in general side looper就是越来越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 不管在哪个位置上的common sense 都是如此 即使你在correlation上也是如此 然后correlation 大家记得记不记得 刚刚讲一个correlation lag correlation lag 因为做完correlation之后 peak点在unlink 那其实旁边的这几个有样点 我们都把它 在correlation的用法里面 通常会叫做是lag的index 好 那这边就是这个名词上的示意 所以做完correlation后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回到 就是我们剩最后一分钟 我们要最后 今天收尾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 做了这个match builder 就是你今天在做correlation 你今天就在做correlation 然后呢 match builder里面 虽然说他做完correlation之后 这边会出现一个peak 这东西叫做correlation lag 但是他在得到这个correlation的结果 的步骤 也跟複利液transform的关系 因为通常实际上 我们会做所谓的fast contribution 所以你还是要做什么事 你不外乎就是说 你也要把你所收到的这个维度的讯号 你也还是要透过他把它转到frame frequency上面 然后再把它转回来 那实际上对应到这个维度上面 就是你会把收到的圈套 跟以示的圈套做correlation 但是在过程中 你也躲不掉複利液transform 所以複利液transform 其实是真的是在 渲道处理的延伸法设计 里面是很必要的这个基础概念 所以即使你在这边做correlation 你其实里面也藏着複利transform的用法 那为什么要用复利液transform 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数那么多 你跟那么长的post做convolution 那复杂度所需要的乘法技术量太多了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考虑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就先听到这个match filter 那下礼拜我们不会再讲match filter推导 因为这个预期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主要要抓住的概念 就是说这边是从左线长度的despreaded signal 去做推导的 然后costal system这是关键 你要注意 就是这个可能以前我们在同学学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强调这个事情 因为在同学学的时候 我们都强调它是continus waveform 主要把那个概念带出来而已 然后match filter就是在做correlation 就是在做correlation 那在下礼拜探讨里面 因为看波形自己的等值 所以会考虑完美传送完美接收 所以如果是yofn等于xofn 就是在做autocorrelation 好这几个词就是下礼拜 我们应该沟通上就没有带勾了 好那就是我们今天先提到这边 那如果这个 接下来就是如果那个课堂报告有 还有要认领的 或者是有分组 期末报告分组有什么要讨论的 就请大家要主动积极的去准备 然后早点讨论 然后我们这学期也会比较快的结束 好那大概就先这样子 拜拜